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協議若達成,關稅分斷減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158點 收報27847點 成交不算特別活躍,有七八、七十八億 今日港股是先跌後升 曾經在早段的時候 跌到27534點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昨晚,大概是凌晨時分 傳出來說中美貿易協議 要到12月才簽約 這個對港股有些影響 港股也借勢調整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這幅圖 為何說借勢調整呢 因為不計今日 其實之前已經連升了一日 兩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昨天再升了一點點的 幾點、五點 連升五日之後 去到這條重要的下降軌 中期下降軌 頂住 今天借勢調整 下去是很正常的 不過跌到下去 在下午的時候 中午時分 市場又傳出一個利好消息 大概在三點 三點多鐘的時候 那時內地休了市 收了 就傳出來說 商務部發言人 就說出一個利好的消息 第一階段有機會取消關稅 取消多少呢 就根據第一階段協議的內容來商定的 按這個協議 究竟大家達成了多少 雙方同意有機會取消多少關稅 這個消息傳出來 市場視之為好消息 恆子因此一度倒升 反彈到最高的時候 剛剛兩萬九千點齊頭 然後又回到多少收市 由於這個消息 就是中方說的 還要等待美方證實 所以不是一枝箭飆上去 看看美方今晚或者明天 有什麼回應 如果都是利好的 大家看到恆子今天 首日突破這個中期下降軌 如果美方都是消息利好的 那麼它就再升高一些 彈到大概多少呢 這個密集區 看到吧 這個密集區 這裏中間 7月22日有個低位 大概28,303點 即是28,300點 我覺得第一架可能會彈上來 28,300點 這些水平 之後 都是有機會反覆再上 我覺得 已經是發出了中期綠燈的了 因為已經突破了前浪頂 這個9月13日 那個高位 27,366點的時候 跟大家說中線轉綠燈 就是這一天 11月4日 中線轉綠燈 那看多少 大概3萬區 所以我覺得現在都是反覆上升 是 升了很多天之後 不排除 短期會有些調整 整固 震盪 這些都很正常的 但是只要中美貿談 進展良好的話 恆新指數 按著這個高低腳的趨勢 估計它都是會反覆上升 大概可能升回到3萬區 3萬區 只不過是今年4月的高位 4月的時候 最高見過 30,280點 當時就是中美貿談氣氛良好的時候 所以是有機會的 國企指數 目前的形勢 一樣是這樣 就是說 在這裡反覆上升的途中 出現了一個頭肩底突破形態 你看得到後抽 之後就慢慢上升 一樣今天先回後升 都是受到商務部的消息刺激 就衝 是升了很多天之後 不排除有些整固 事實上它已經去到7月頭前浪頂的高位 那時最高見過1萬1千042點 即是1萬1千大關左右 今天已經升到10935收市 今天最高見過10960 即是和1萬1千區很接近 所以不排除會有些震盪調整 但是反覆之後 仍然都是上網1萬1千800區 這個就是頭肩底 林族升幅目標 好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要留意人民幣的匯價 人民幣越升 代表市場越相信中美貿談可以達成協議 近期人民幣就這樣升 向下就是人民幣升 美元跌 你見到出現了一個頭肩頂形態 其實這一刻已經升到6.97水平 這幅圖還是慢了一些 6.97水平反映出資金很多湧入人民幣資產 即是預期中美貿談可以達成協議 所以這些錢才湧回來 人民幣月升會升到多少呢 起碼補這個列口 然後如果真的協議方面有進展的話 我覺得會回到6.95之下 到6.85和6.95之間浮沉沉 這個就是原本八月未大跌之前的水平 有機會是這樣 講了整體的形勢 大家了解了一個趨勢 就是我覺得中短線都是綠燈 短線有機會 因為年升幾天之後 有機會反反覆覆 很正常的 不過調整可能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中線行新指數繼續都是上亡 上亡多少呢 3萬區 國企指數上亡11,800區 好了 個別股份方面 大家現在在尋寶 角色有些提材股又升很多 藍酒股、國企指數成分股、紅酒指數成分股 都有很多走勢不俗的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 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恆指成分股升幅比較推動的市場 都是符合扶中資金融股為主 好像建設銀行一樣升1.7% 雖然升幅不算很大 但是因為比重大 這隻股是頭肩底形態 兼做了後抽 很漂亮的 做完後抽之後 現在一直上升 我覺得是真的有機會升穿 四月的高位 四月最高的時候見過6.84 有機會升穿 因為量度升幅不止的 你看到量度升幅 你看到它 這裡一格兩格 去到兩格 如果突破位 這裡大概6.2 如果你又上兩格 一格兩格 大概去到7.1元 這些水平 工商銀行 今天再升1.4% 收5.88 其實它都是一個頭肩底 不過這個頭肩底更加斜 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比建設銀行走勢還要強一點 就是它已經回到前浪頂 即是二月的高位 那時候最高做5.9 今天最高做5.9 即是平了 去到今年的高位 建行還未升到今年的高位 今年的高位是6.84 今天最高收的 是收6.56 還未到 工商銀行已經到了今年的高位 所以這隻股實際上 比建行更加強 現在要看它 如果成功突破 站在其上的話 有狼高於一狼的走勢 升破6元 都不是難事 現在5.88 升破6元很少 現在它似乎 進入一個急升的階段 如果再量度升幅上去 大概你當它有一成的升幅 去看著6.4這些水平 有機會的 好 這兩隻 是恒指成份股裡面 重榜股 推動的市場上升的股份 不是它們升得最多 今天升得最多 都仍然是醫藥股 都仍然是石藥 石藥 今天升4.4% 收穫21.4 最高的時候做過21.6 重點是什麼 它是將去年2018年的8月份的時候 那個高位都升穿了 已經突破了 一浪高 一浪高 如果你看這裏 其實實際上項線位 在4月9日的高位 16.26 亦都似一個高低腳突破上去 大概會升到多少 23元這些水平 那些恒指成份股 當然 實際上這三隻都是國企股 國企指數成份股裡面 還有一隻 升得比較好的 今天就是中國燃氣 燃氣股今天走得不錯 也看到突破浪頂之後 做了後抽 今天再一支大洋竹上 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這個也是一個反覆上升的格局 36元 37元這些位置 短期是有機會到的 可以當再上望多一成 如果你照這個密集區來看 突破這個密集區再量度升幅 大概都是37元 以上的水平 另外 紅炒指數成份股裡面 不能不提 中國光大 今天升至6.3% 走勢非常理想 全是重組的過程 事實上早前 它大幅下跌 真是慘 由今年的3月7日高位 16.29 一直跌 到9月3日低位 8.35元 16.35元 跌到8.35元 跌了8元 差不多跌了五成 一隻重要 重磅的內地金融股 跌五成 真是很離譜 現在就一路一路反彈 8.35元 現在上到13.35元 已經收復大概一半失地 還有沒得上 都有機會 因為你看到 剛才說過 工商銀行 已經升到今年3月的高位 建設銀行 都正在挑戰 今年4月的高位 光大 相對是否落後 所以近來都升得比較急 這隻都有機會成為黑馬追落後 它當然沒有建行公行 那麼穩固 但可以作為內地金融股的黑馬之選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